这两天谭城县的流湖村火了 要说这走红原因您可能都想不到 一个不足500户人口只有1800人的村庄 竟然是个名副其实的博士村 这些年来村里走出了16名博士 30多名硕士和100多名本科生 难道这里有什么人才教育的密码吗 你听说吗 在隔壁家老汪那个村子又上别大了 是吧 很厉害的 这也没什么 我家的孩子都在上海外去工作了 还是个白领的 我还有三个孩子 我还有两个博士生 一个研究生 这两个还是在民国 主的博士和硕士的 你刚才拉着了 我弟弟他是博士导师 专门教博士的 博士 还有博导 听听人家这对话 可真够让人羡慕的 这家里要是每个高学历人才 都不好意思加入群僚 要问这是哪里的村民都如此厉害 那就要告诉您 这可是林仪坛城县 大名鼎鼎的学霸村 刘湖村 这个不足500户 人口只有1800人的小村庄 多年来走出了16位博士 和30多名研究生 村民们都说 这可不是偶然的 因为俺们这个村 风气特别正 学习上追求进步 做人做事更要脚踏实地 在刘湖村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能看到写在墙上 挂在门口的家风家训 也能看到悬梁刺骨 等一些古籍典故 村里还有一条 寓意深远的小巷子 名叫博士巷 刘湖村的博士巷一共有68米长 那么在这个巷子里 一共有六户人家 家家户户都有博士和研究生 那么养育出这么一多优秀的人才 这家里到底有什么教育的秘诀呢 咱们现在就去刘宝明大叔家一探究竟 刘宝明曾是村里的乡村数学教师 养育了三个儿女 老大是山东科技大学的博士生 现在在中科院工作 老二和老三分别是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博明汉分校的博士和双硕士 2019年 他的孙子又以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 这让刘宝明成为了刘湖村教育子女成才的典范 最主要的就是他看他的爱好 你要是掌握住他的爱好 他要爱好学习吧 咱们得从学校引导他 引导他更好地去学习 在刘湖村的英才榜上 展示了农业 航空航天 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对于乡村振兴来说 人才是关键 如今 刘湖村走出去的优秀人才 将所学的先进知识 反补家乡 刘季芳 他给我们村提供了五色米的两种种植 包括全城培育 栽培技术的跟踪 所以说我们村里 现在搞着五色米种植 只要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没有我们办不到的 因为我们村人才多 眼下 村党支部书记刘全企 就和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刘细芳教授 商量起五色米种植的事宜 那这个五色米啊 我们种子现在已经插秧了 开始插秧了 后期呢 需要一些技术上的 这些问题呢 我再随时给你去咨询 运气工作 基础做得比较扎实 这已经实验两年了 在栽培措施上要登进 确保呢我们的这个是优质的 绿色化的栽培 为了让人才队伍更好的建设家乡 谭城县建立了在外人才信息库 目前已有920名在外人才加入 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五个地方 还专门成立了招财引致工作站 更好的为乡村振兴服务